丰元皇城,魏家 魏家家主魏通在收到杨福宗已经被处理干净的消息后 这才松了口气,心中放下了一块大石 楚剑秋猜得不错 当年,有关公野灵和公野炎姐妹两人的事情 魏家的确是背后的推手 否则,单凭杨福宗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宗们 还做不到把这件事情安排得如此缜密 再见到楚剑秋提着被击杀的公野炎 走出笼罩福镇堂的那个镇法光照的时候 魏通就一直感到有几分心神不宁 虽说和此事相关的公野灵、公野炎姐妹都已经被击杀 按理说,不会有人知道有关杨福宗的事情才对 但是魏通想来想去,还是感觉不稳妥 尤其是公野灵、公野炎两姐妹的事情 和楚剑秋如此紧密相关 为了安全起见,他还是派人去把杨福宗灭了门 只要和此事相关的所有人都被灭了口 风元学宫即使有天大的本事 都查不到他们魏家的头上 他们魏家和按摩玉勾结这么多年 一直都没有被别人抓到把柄 靠的就是一个心狠手辣 只要办完了事情,就把相关人员杀人灭口 断出一切和他们魏家有关的痕迹 魏家一直信奉的是,只有死人才是最安全的 只有死人才能真正的保守秘密 荒谷大陆,楚剑秋一步一步的朝远处那片草原走去 即使他的真武神体已经修炼至第五重大城的地步 肉身强度堪比七阶极品法宝 但是在这片天地沉重无比的围压下 他的肉身还是被压得不断地出现一道道裂缝 楚剑秋现在的修为已经达到了人尊敬巅峰 实力比起刚进入荒谷大陆的时候 不知道强大了多少倍 而他在荒谷大陆中也从一开始被压趴在地上 连头都抬不起来 到现在已经勉强可以像一个普通人一般活动 这一次,楚剑秋在荒谷大陆坚持了整整三天时间 行走路程也达到了六百里 距离那片草原也越来越近了 当然,由于他必须在坚持到极限之前返回到原点 所以,虽然他在荒谷大陆行走了六百里 但是算起往返路程的话 其实只是行走了距离远点三百里的距离 在这三天的时间里 楚剑秋吸纳的荒谷济息达到了整整五百里 在身体支撑到极限后 楚剑秋被混沌至尊塔拉了回来 楚剑秋躺在混沌至尊塔第二层天地的高台上 破碎的肉身在无上无铁的修复下 迅速重塑愈合着 半炷香时间过后 楚剑秋的肉身便已经在无上无体 强大无比的恢复能力下 完全重塑痊愈 接下来 楚剑秋便开始炼化体内的五百里荒谷气息 还是和以前一样 五百里荒谷气息 十分之五被混沌至尊血脉吸收 十分之三被无上无体吸收 剩下的十分之二则分别被神魂吸收和转化为自身的修为 不过 这一次他的神魂在吸收了这五百里荒谷气息的十分之一后 神魂强度顿时达到了一个平静 楚剑秋感受到自己那饱满到极点的神魂 顿时尝试着运转紫青炼魂密法的心法 一个时辰过后 轰然一声 一股极其强大的神念波动 从楚剑秋身上爆发开来 这股神念波动由于太过强大 居然在他的身周形成了一股狂暴无比的能量涟漪 单单靠神念的力量 就能够造成如此巨大的动静 他的神魂强度之强大 由此可见一斑 楚剑秋缓缓睁开了眼睛 眼中露出了惊喜无比的神色 他的紫青炼魂密法已经很久没有进展了 今天在后机勃发之下 居然让他突破了紫青炼魂密法的第十三重 紫青炼魂密法 这种修炼神魂的功法 修炼难度极大 即使以楚剑秋的武学天赋 想要突破一重境界都极其困难 但是这一门功法的威能也是巨大无比 每突破一重境界 就让楚剑秋的神魂强度大幅提升 在突破紫青炼魂密法第十三重后 楚剑秋都感觉到 自己的神魂强度 足以和半部通玄境强者媲美了 感受到自己的神魂强度大幅提升 楚剑秋并没有就此停下来 而是趁热打铁开始修炼汉神术 汉神术的修炼及其依赖强大的神魂强度 神魂强度足够强大 修炼起来事半功倍 楚剑秋在突破紫青炼魂密法第十三重后 这次修炼起汉神术来 居然感觉停滞已久的汉神术静静 开始出现明显的提升 很快就已经把汉神术第五重修炼至圆满的地步 按照这种修炼速度 距离突破汉神术第六重 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了 一名郊区玲珑 长相秀美的少女出现在景顺城外 阿秋哥哥说的梦家 好像就在这个景顺城中吧 秋美少女那双清澈纯真的美眸 看了一眼景顺城成头的那三个大字 嘴角翻起一丝甜美的笑容 十年了 阿秋哥哥 阿秋来找你了 秋美少女脚步轻快地朝景顺城中走了进去 在景顺城中打听了一下 很容易就找到了梦家 玄剑宗西南边境 白衣楚剑秋正在炼制着战阵甲兵的时候 忽然收到梦家传来的消息 说是一名叫做阿雨的姑娘找他 什么 阿雨 白衣楚剑秋在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会又有几番发懵 阿雨 他好像没有认识什么姑娘叫做阿雨的吧 白衣楚剑秋仔细思索了一番 忽然想起 当年他本尊在白水寨遇到的那名叫做阿雨的少女 莫非这个阿雨姑娘就是当年白水寨的那名少女 当初他和孟家众人在白水寨试炼的时候 把那名叫做阿雨的少女从银双水贼团的水贼手中救下来 后来经过种种纠葛 那名叫阿雨的少女喜欢上了他 由于他当初并不想招惹那么多的情侦 又不想伤害那名善良纯真的少女 在无奈之下 只好和那名阿雨姑娘定下了十年之约 如果过了十年之后 他还依旧喜欢自己的话 那就到景顺城的孟家来找他 在白衣楚剑囚收到这个消息之后 正在混沌至尊塔第二层天地修炼汉神术的楚剑囚本尊 也同样知道了这件事情 楚剑囚顿时停下了修炼 身形一闪出了混沌至尊塔 随手把混沌至尊塔收了起来 若是这名叫做阿雨的姑娘 真是当初那名白水寨少女的话 那他就必须亲自去见他一面了 既然当初他和阿雨定下了十年之约 对方如约来找他 他自然不能违背当初许下的诺言 楚剑囚通过传送阵来到景顺城 在孟家的代课大厅中 见到了那名叫做阿雨的姑娘 他猜得果然没错 这名叫做阿雨的姑娘 果然是当初他在白水寨遇到的那名少女 阿秋哥哥 那修美少女再见到楚剑秋的时候 脸上顿时露出了惊喜无比的神色 身形一动 犹如一只小鸟一般 扑入了楚剑秋的怀中 阿秋哥哥 这么多年来 阿雨可想死你了 修美少女琴手埋在楚剑秋 那宽厚的胸膛 欢喜无比地说道 在这一瞬间 他那欢喜的泪水从那双美眸中狂涌而出 十年思念 一朝再见情郎 心中得偿所愿 少女心中自是欢喜无限 喜结而起 楚剑秋听到这秀美少女话语中的那浓浓的思念之意 心中不由有几分惭愧 又有几分无奈 他原本以为 十年时间过去 这秀美少女会忘了他 当年他之所以和这秀美少女定下十年之约 就是想让时间来冲淡这一段感情 却没想到 十年之后 他倒是差不多忘记了这少女 但是 这秀美少女对他的思念之情 非但没有被时间冲淡 反而更加浓烈了 十年时间 都无法冲淡这份感情 看来 这少女对他的喜欢 还真不是一时冲动 感受到这少女那一股浓浓的情意 楚剑秋心中不由有几分感动 他身手轻抚少女的秀发 认不住轻轻一叹道 阿宇 你这又是何苦呢 阿秋哥哥 阿宇对阿秋哥哥的想念 都不是阿宇能够控制得了的 就算阿宇不去想念阿秋哥哥 阿秋哥哥的影子都会主动跑到阿宇的脑海中来 秀美少女紧紧抱住楚剑秋 抬起那朦胧的泪眼 深情无比地凝视着楚剑秋 说道 楚剑秋听到这话 心中不由既是感动又是无奈 以这少女对他感情之浓烈 看来这一段感情是注定跑不掉了 阿宇 你这些年过得还好吧 楚剑秋伸手轻轻帮他 试去他清秀小脸上的泪水 轻声问道 既然已经注定逃不掉 楚剑秋也就只能接受了 他终归还是不忍 伤害这名纯真善良少女的心 十年情深 他又其人辜负 除了不能见到阿秋哥哥之外 阿宇过得很好呢 这十年来 阿宇修炼也没有落下 如今阿宇已经修炼到天尊净出气了呢 秀美少女听到楚剑秋的询问 心中顿时感觉一阵甜蜜 说着时 秀美少女主动显露出自己身上的修为气息 一股强大无比的气息 从她身上爆发开来 这股气息之强大 连楚剑秋都感到一股巨大无比的压力 甚至让她都隐隐产生几分无法匹敌的感觉 此时的秀美少女给她的压力 甚至都不亚于普通的天尊净巅峰强者 楚剑秋见到这一幕 顿时不由一阵目瞪口呆 心中极度的震海之下 差点让她把眼珠子都瞪了出来 怎么可能 短短十年时间 这丫头的失力怎么可能提升得如此恐怖 要知道 当年她和阿宇分别的时候 阿宇只是一个区区神人境巅峰的舞者而已 短短十年时间 就从一个小小的神人境巅峰舞者 飞跃到天尊颈出其强者 这种境界提升的速度 简直是匪夷所思 如此恐怖的修炼速度 楚剑秋简直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 楚剑秋震惊了好半场 才回过神来 她眼中污渍带着难以置信的神色 看着秀美少女问道 阿宇 你这些年来 是不是得到什么机缘奇遇了 没有啊 要说奇遇的话 也就是阿宇哥哥给阿宇 戴上这枚戒指的那天晚上开始 阿宇的身体就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修炼速度也比之前快了很多倍 从那之后 修炼过程中 阿宇就再也没有遇到过修炼瓶颈了 修美少女 眨着她那双清澈如糊的美眸说道 说着是 她还举起她那只鲜鲜玉兽 把她那只戴着一枚戒指的轻松玉织 震到楚剑秋面前 楚剑秋见到这一幕 自然也知道 修美少女说的那天晚上 所发生的什么事情 那天晚上 混沌至尊塔把修美少女 收进了混沌至尊塔中 利用混沌至尊塔第一层中央阵法中的 混沌倒阵 彻底改造了一番 修美少女的体制 使得 修美少女的体制转变成了 先天道体 要知道 楚剑秋修炼混沌天底诀这么多年 经过千辛万苦 肉身不断地破碎重塑 炼化了无数的荒骨气息 无上无体 才仅仅完成十分之六 转化为先天道体 可见 先天道体的转化之艰难 而当初 混沌至尊塔利用混沌倒阵 只是短短一炷香时间 就帮助旧美少女的身体 彻底转化成先天道体 当初 楚剑秋见到那一幕式 心中 那叫一个羡慕 恨不得自己也被混沌至尊塔 改造那么一项 只可惜 当初混沌至尊塔告诉他 要想彻底炼成混沌天地诀 他的先天道体 必须靠自己 一步一步的修炼 来进行转化 不能依靠外力 否则 一旦让混沌至尊塔 帮忙完成转化 先天道体的话 他的混沌天地诀 就永远都别想修炼到 最高境界了 为了未来 盘等五道最高峰着想 楚剑秋也只能放弃了 走捷径取巧的打算 靠着自己 一步一个脚印的 去修炼转化 走的是一条 最为辛苦的修炼大道 楚剑秋之所以 不断地压制打磨境界 把每一个境界的潜力 挖掘到极致 就是为了 未来问鼎 五道最高峰 打下最为坚实的基础 否则 他所掌握的庞大资源 和混沌天地诀 这门无上功法 若是他 一味追求修炼速度的话 他此时 早就已经修炼到 天尊景巅峰了 当然 如果楚剑秋 只是一味追求修炼速度的话 他的五道根基 就远远不可能 打得如此扎实了 也不可能拥有 如此逆天的 同阶战力 在人尊景 就拥有和天尊景强者 体敌的恐怖实力 那你修炼的功法 是哪里来的 楚剑秋心中 还是疑惑无比的问道 即使当初 混沌至尊塔 通过混沌倒阵 把他的体质 塑造成先天倒体 而且 还把自己当初的 十分之一资源 塞进一枚空间戒指中 硬塞给阿宇 但如果没有相应的 修炼功法的话 阿宇也不可能 修炼到天尊敬啊 楚剑秋当初在 白水寨 可是了解到 整个白水寨的功法 最高也就 只能修炼到 半步尊者敬的地步 白水寨中 根本就没有 能够突破到 尊者敬的功法 阿宇 究竟是怎么修炼到 天尊敬的 这不是阿宇哥哥 传授给阿宇的吗 阿宇哥哥明知故问 这是在故意考驾 阿宇吗 修美少女 眨巴着那双 清澈美丽的大眼睛 说道 我传授给你的功法 楚剑秋听到这话 更是一脸莫名其妙了 是啊 就是在那天晚上 阿宇哥哥给阿宇 戴上这枚戒指之后 阿宇的脑海中 就多出了一门功法 清虚妙心诀 只是阿宇没用 如今 只修炼到了天尊敬 距离这门功法的 最高境界 非生境 还差得好远呢 修美少女 有些难为情地说道 似乎为自己的 修炼速度太慢 而感觉到 很是羞愧 楚剑秋听到这话 全身如遭雷击 再次被震惊的 目瞪口呆 忍不住 倒抽了口冷气 你妈 非生境 楚剑秋直到现在才知道 那天晚上 混沌至尊塔 非但帮助少女 塑造了先天道体 而且还传授给了她 一门可以修炼到 非生境的无上功法 这可是 足以修炼到 非生境的功法 即使放在整个天武大陆 能够修炼到非生境的功法 都能够引起无数强者的疯狂 要知道 楚剑秋在天与洞天 传承大殿中 所得到的 九觉玄光密点 最高 也就只能够修炼到 通玄境巅峰而已 也就是说 阿语修炼的 所谓 清虚 尿心觉 比起他五狗分身 所修炼的 九觉玄光密点 都还要高级的多 这是楚剑秋 除了自己所修炼的 混沌天地诀之外 所见到的 最为高级的功法了 但是 混沌天地诀 只能自己本尊 一个人修炼 连自己的五狗分身 都没有修炼的资格 因为 混沌至尊塔 对混沌天地诀 做了誓言的限制 天地间 只允许出现一个 修炼混沌天地诀的人 想到这里 楚剑秋心里 瞬间就不平衡了 混沌至尊塔这伙 拥有清虚妙心觉 如此高级的功法 居然都没有传授给自己 反而传授给了阿宇 这简直是有点 吃里扒外啊 亏得自己千辛万苦的 寻找各种资源来修复它 混沌至尊塔 居然有这种好处 都不给自己 楚剑秋想到这里 立刻就在心里 质问混沌至尊塔 不过 混沌至尊塔的答复 却又让楚剑秋 憋得那肚子脾气 却半点都发不出来 因为混沌至尊塔 所传授给阿宇的 清虚妙心觉 需要拥有 无瑕妙心的人 才能够修炼 没有相应的条件 即使得到了这门功法 也根本无法修炼 阿宇的心灵 纯彻妙境 是混沌至尊塔 所见过的武者之中 几乎是 灵魂最为干净的人 和清虚妙心觉 这门功法天然契合 况且 阿宇天生具有大气韵 也是最为适合 修炼清虚妙心觉的人 也正是因为如此 阿宇修炼清虚妙心觉的速度 才会迅速无比 修炼过程几乎势如破竹 在此过程中 几乎没有任何的平静 如果换作另一个人 来修炼的话 恐怕 非但做不到 如此迅速的修炼速度 还有可能因为 心灵不够妙境 反而在修炼过程中 出现巨大的岔子 甚至走火入魔 都有可能 清虚妙心觉 是一门高深到极点的功法 是混沌至尊塔 所拥有的 仅次于混沌天体觉的 无上功法之一 它的修炼上限 远远不止非生境 只不过 混沌至尊塔 暂时传授给阿宇的 只是修炼到 非生境的部分而已 至于 以后要不要把 清虚妙心觉 剩余部分 传授给阿宇 就得看 阿宇的修炼情况如何了 总而言之 就是一句话 清虚妙心觉 虽然是一门 等级极高的功法 但是修炼条件 也是严苛无比 不符合条件的 修炼起来 只会有害无益 当初 混沌至尊塔 也正是因为见到 阿宇拥有 极其干净的灵魂 心灵 纯彻妙境 最为接近 传说中的 无瑕妙心 这才把他 收紧混沌至尊塔中 帮他塑造 先天道铁的体制 当然 混沌至尊塔 之所以这么做 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阿宇喜欢 储建丘 而且 加上阿宇是天生 具有大气韵的人 若是阿宇能够成为 储建丘的女人 对储建丘将会有 巨大的帮助 否则 如果阿宇没有 喜欢上 储建丘的话 即使阿宇 符合修炼 清虚妙心觉的条件 混沌至尊塔 也不会把这门 无上功法 传授给他 更不会 为他塑造 先天道体了 也正是因为 阿宇天生契合 清虚妙心觉 这门无上功法 再加上 他是拥有 大气韵的人 而且他的体制 被塑造成了 先天道体 这种种的原因 加持下 才使得阿宇的 修炼速度 如此恐怖 短短十年时间 就从神人境巅峰 修炼至 天尊境初起 在听到 混沌至尊塔的 这番解释之后 储建丘也就放弃了 将混沌至尊塔 索要清虚妙心觉 这门无上功法的打算 不过 从这件事情之中 储建丘也知道了 混沌至尊塔这货 必然还有不少的好东西 只是 他暂时还不肯 拿出来给自己而已 储建丘把阿宇 带回了南州 他把阿宇 带进了松泉秘境 想试一试 阿宇的清晰妙心觉 究竟拥有多大的威力 储建丘并没有自己出手 而是操控 一具由半部天尊镜的 暗魔族炼制而成的傀儡 和阿宇教授 由于半部天尊镜的 暗魔族炼制而成的傀儡 论其战力 不亚于普通的 天尊镜后期强者 其防御力之强悍 更是连普通的 天尊镜巅峰强者 都难以轻易摧毁 只是 一番交战之下 那具半部天尊镜的 暗魔族傀儡 居然被阿宇压着打 直到储建丘同时操控 十具半部天尊镜的 暗魔族傀儡 这才能够勉强和阿宇匹敌 经过这一战 储建丘也见识到 真正的先天道体的强悍 拥有先天道体的阿宇 真元的爆发力惊人无比 而且他的肉身防御力 也极其强大 那恐怖无比的恢复能力 真是堪敌不死之神 阿宇虽然目前仅仅只是 天尊镜初切的修为 但是 抡起战力而言 居然不在 普通的天尊镜巅峰强者之下 储建丘见识到 阿宇那恐怖无比的战力之后 忍不住抹了把冷汗 还好自己没有亲自出手 和阿宇交手 否则的话 那丢人可就丢大了 以他现在的实力 可不是阿宇的对手 也就是说 这十年来 阿宇的实力进步 可比他大得多了 不过储建丘对于这件事情 倒也没有感觉到什么奇怪 自己辛辛苦苦修炼了这么多年 现在的先天道体 才仅仅完成了十分之六的转化 但即使只是完成十分之六的转化 储建丘就已经感觉到 先天道体威力之强大 而阿宇的体制 在十年前就已经被混沌之尊塔 完全转化为先天道体 以先天道体的恐怖 如果阿宇的修炼速度比自己慢的话 那才不正常呢 阿宇之所以目前仅仅只是拥有 普通天尊敬巅峰的战力 这还是因为阿宇战斗经验严重不足 战斗技巧也是极其拙劣的原因 若是经过一番战斗打磨 增加阿宇的战斗经验 再让阿宇修炼一些强大的武技的话 阿宇的战力还能够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甚至在天尊敬初期 拥有顶尖天尊敬巅峰战力 都未必不可能 阿宇很不错嘛 继续努力 储建丘收起了那十具 半部天尊敬的暗魔族傀儡 走上来轻轻拍了拍阿宇的脑袋 笑着说道 嗯嗯 阿邱哥哥 阿宇会努力的 听到储建丘的夸赞 阿宇心中犹如吃了蜜糖一般甜蜜 储建丘带着阿宇返回南州万石城 来到玄建宗的藏经阁 为阿宇挑选适合他修炼的武技 如今 玄建宗的藏经阁 已经收了大半的 风源学宫藏经阁的珍藏典旗 剩下的部分 也依然在不断地交接着 虽然如今风源王朝和暗魔王朝的战争 已经暂时停止 风源王朝暂时没有了暗魔王朝的威胁 但是当初风源学宫的高层 可是和玄建宗签订了相关血器的 即使几百亿这个风源学宫的传宫堂堂主 兼藏经阁阁阁主 心中极不情愿 也只能按照血器上的约定 继续执行 毕竟当初签订血器的时候 他也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若是敢违反血器的内容的话 他同样也得付出惨重无比的代价 血器的反噬 即使要不了他的性命 他的武道也走到断头路了 以后要将再向上提升一步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即白亿 作为风源王朝十大高手之一 在风源王朝的绝顶高手之中 排到了第六位 仅次于战龙尊者 以他的武道天赋和潜力 未来有很大的可能 能够突破到半步通权境 他有机会自觉虔诚 玄建宗目前的藏经阁中 拥有的各种珍藏典籍 数不胜数 这些珍藏典籍在 崔雅云 左丘连竹 洛芷云 三人为首 带领数万名藏经阁弟子的 整理之下 分门别类 整整有条地 罗列在藏经阁的 一排排书架上 要想寻找相应的 功法典籍 武学秘术 只要来到相应的区域 很容易就能够找到 自己合适的 而不用在好凡无比的典籍中 一点点的寻找 给玄建宗的弟子 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哟 今天什么风啊 居然把楚大公子给吹来了 楚大公子光临寒舍 我们藏经阁 真是蓬壁生辉啊 楚建秋带着阿宇 刚刚进入藏经阁 就听到了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左丘师姐 楚建秋听到这道 阴阳怪气的声音 脸色顿时不由一将 认不住一阵头疼 他转过头来 朝那边望了过去 嘴角扯起一丝牵强的笑容 小心翼翼地叫了一声 左丘连竹脸上挂着一丝嘲讽的笑容 慢悠悠地朝这边躲了过来 对于楚建秋上次在最仙楼干的那荒唐事 左丘连竹心中也是憋了一肚子的祸 他本以为 楚建秋会主动找他解释这件事情 但是左等右等 却始终没等到楚建秋的到来 左丘连竹心中顿时更加恼火了 若是再过一段时间 楚建秋还不来藏经阁的话 他就要主动去找楚建秋算账了 什么意思吗 自己的两位师姐不碰 反而跑到那种烟花之地 年花惹草 这真是 事可忍 孰不可忍 虽说 楚建秋只是拍下了 敏夜雪的首页 而并没有真正被敏夜雪破身 但这依然让左丘连竹心中极端光火 其实这还不是让左丘连竹最为恼火的 最令他恼火的是 楚建秋干了这种事情 居然连一句解释都没有 这要不是落指云拦着 他早就找楚建秋拼命了 阿宇见到这紧张无比的气氛 顿时脑袋不由一缩 躲在了楚建秋的身后 他伸出手指轻轻扯了扯楚建秋的衣袖 小心翼翼地说道 阿秋哥哥 这位姐姐好凶啊 左丘连竹刚刚来到楚建秋的面前 诸然听到阿宇这话 脸色顿时不由一僵 他看了一眼 楚建秋身后的阿宇 见到这秀美少女和楚建秋那副 亲密无比的模样 终于再也装不住 表面的那副云淡风轻了 他脸色阴沉无比地盯着楚建秋 说道 楚建秋 你不要跟我说 这又是你找的新欢 左丘师姐 你听我解释 楚建秋抹了把额头上的冷汗 连连说道 听到左丘连竹直呼他的名字 他就知道 现在左丘连竹心中究竟愤怒到何等地步 一般情况下 左丘连竹极少会直呼他的名字 都是叫他楚师弟 只有左丘连竹恼火到极点的时候 才会这样叫他 好 那我倒是要听听 楚大公子究竟如何解释了 左丘连竹双臂还胸 面无表情地盯着他说道 阿宇见到眼前这一幕 顿时紧张地 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他躲在楚建秋的身后 双手紧紧地抓住楚建秋的手臂 想从楚建秋的身上获得一点安全感 虽然他是一名天尊敬初切的舞者 更是拥有天尊敬巅峰的恐怖战力 但是此刻他却依然像是一个柔弱无比的 无辜少女一般 害怕被别人棒打鸳鸯 把他和阿丘哥哥拆散 楚建秋把阿宇和他的故事大致说了一遍 左丘连竹在听完楚建秋的这番讲述后 脸色顿时也缓和了许多 尤其是听到阿宇承受了整整十年的相思之苦 这才最终来到景顺城和楚建秋相见 左丘连竹的心更是软了下来 他无法想象 如果自己整整十年时间都无法和楚建秋相见的话 将会是一件何等可怕的事情 恐怕他早就忍不住要疯掉吧 虽说由于楚建秋整天忙这儿忙那的 他平时也很少和楚建秋见面 但是至少他知道楚建秋就在他身边 要想见楚建秋的话 他随时都能够见到 这让他感受到极其的安心和踏实感 而且他和楚建秋之间也很少会超过半年不见面的 即使没有见到楚建秋的本尊 也会见到楚建秋的无垢分身 这和见到楚建秋本人并无什么两样 你是叫阿宇吧 过来姐姐这边 让姐姐仔细瞧瞧 左丘连竹向那秀美少女招了招手 说道他此时完全拿出了一副大姐姐的姿态 好让楚建秋看起来心中感觉一阵好笑 因为左丘连竹看起来同样也是一个少女模样 比起阿宇也大不了多少 此时他装出这副老气横秋的模样 看起来不免有几分滑稽 尤其是对楚建秋这种极其了解他性子的人 更是感觉他这副样子的有趣 当然楚建秋虽然感觉好笑 但是表面上却丝毫不敢表露出来 否则若是左丘连竹恼羞成怒之下 再次发飙的话 他会吃不了兜着走 阿宇听到左丘连竹这话 躲在楚建秋身后 畏畏缩缩不敢向前 因为刚才左丘连竹摆出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为时是有点吓到了这个胆小的少女 阿宇不用怕 左丘姐姐虽然看起来有点凶 其实他人挺好的 等你和他熟悉了 以后绝对会成为好姐妹 楚建秋把阿宇从身后拉了出来 看着他微笑说道 左丘连竹虽然有点喜欢吃醋 但是他实则也是个心地善良的女子 绝对不至于去为难阿宇这种善良纯真的少女 阿宇见到楚建秋那鼓励的眼神 这才鼓起勇气 战战兢兢地朝左丘连竹那边走了过去 左丘姐姐 阿宇走到左丘连竹面前 低着头 小心翼翼地叫了一声 左丘连竹拉着他的手 仔细打亮了一番 眼前这秀美少女 少女长得算不上倾国倾城 但是却很秀气 很干净 很清纯 一眼看去让人感觉很是舒服 嗯 很好 是一个很不错的女孩 不是那种很勾人的狐媚子 左丘连竹对眼前这名秀美少女 越看越是喜欢 阿宇是天生的大气韵者 而且她的灵魂极其干净 心灵纯彻妙净 让人忍不住都会喜欢和她亲近 左丘连竹本身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子 自然也就更加喜欢阿宇这种干净清纯的少女 阿宇 你以后就跟着姐姐混了 跟在姐姐身边 在玄剑宗 保管没人敢欺负你 左丘连竹伸手揉了揉阿宇的脑袋 笑着说道 由于对阿宇的喜欢 左丘连竹把刚才的醋意 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左丘连竹虽然喜欢吃醋 但却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心胸狭隘之人 既然她心中已经接受了阿宇 自然也不会去刻意刁难她 阿宇感受到左丘连竹表现出的善意 刚才的紧张顿时也消除了很多 好像这位姐姐的确像阿丘哥哥说的那样 平时有时表面上看起来貌似有点凶 但是实际上却是个好人 只不过对于左丘连竹这话 阿宇却不敢擅自做主 她小心翼翼地看向了楚剑秋 目光中露出了求助的神色 既然左丘姐姐喜欢你 那你以后就跟在左丘姐姐身边好了 楚剑秋见到这一幕 心中不由游几分无奈 她以前怎么就没发现 这少女如此腼腆和胆小呢 好歹你也是一名拥有天尊敬巅峰的战力的高手 怎么就没有半点高手的风范和气魄呢 这也是阿宇修炼的清虚妙心觉 能够天然收敛身上的气息 所以如果她自己不主动展露修为气息的话 外人根本就看不出她的具体修为 否则如果左丘连竹知道 眼前这名人畜无害的胆小少女 是一名拥有天尊敬巅峰战力的绝顶高手的话 估计也没有在阿宇面前如此从容的底气了 好的 阿邱哥哥 阿宇见到楚剑秋如此说 也就点了点头 答应了下来 接下来 楚剑秋和阿宇在左丘连竹的陪同下 一起进入藏经阁的最高层 在那里寻找起武学典籍来 玄剑宗藏经阁的最高层 存放着最为顶级的功法武学 有资格进入这里的 整个玄剑宗也没有多少人 要想进入藏经阁的最高层 要么拥有足够的战功 要么经过崔雅云 左丘连竹和洛指云三人的特许 这里可以说是玄剑宗戒备最为森严的禁地之一 楚剑秋亲手在这里布置了威力极其强大的阵法 楚师弟来了 在进入藏经阁最高层的时候 正在阅读整理点节的洛指云 抬头看了楚剑秋等人一眼 淡淡地打了一声招呼 便又继续低头阅读点节了 并没有对楚剑秋的到来表现出多大的热情 楚剑秋见到这一幕 也见怪不惯 因为洛指云对他一直都是这么一副清清淡淡的态度 洛指云的性子清冷 他并不像左丘连竹那样喜欢吃醋 对于楚剑秋在外面找了多少女人 他也漠不关心 只要能够陪伴在楚剑秋的身边 他就已经心满意足 并没有太多的奢求 至于有没有名分 和楚剑秋有没有进一步的实质性进展 他都没有太过在意 崔雅云见到楚剑秋三人进入藏经阁的最高层 本来他还想上前打一下招呼 但是当见到楚剑秋身边 还跟着一名长相很是秀美的少女之后 他就假装没看见他们了 依然赴案 整理着那浩凡的典籍 对于这个小弟子的这些乱七八糟的感情关系 他这个做师傅的还真是不好插手 像楚剑秋这种优秀无比的男人 身边注定会有很多女子喜欢他 这是不可能避免得了的事情 自己这个做师傅的 除了在早期对楚剑秋有点帮助之外 后面绝大多数的时间 反而是他这个弟子来指导 自己这个师傅的修行 修炼资源方面 也是依靠着这个弟子提供 虽然楚剑秋很尊敬他 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修为和实力 远远超过他之后 而对他的态度有所变化 但是崔亚云由于自己早期 对楚剑秋的帮助太少 对这个弟子一直都比较心存愧疚 所以也很少会在楚剑秋面前摆师傅的架子 只要楚剑秋不辜负两位师姐的情谊 崔亚云都不会去插手楚剑秋的那些私事 只有在有关洛指云和左丘连竹 两名弟子的事情上 崔亚云才会出面干涉一二 楚剑秋由于带着阿宇过来 也是有点做贼心虚 所以他也是远远地叫了一声师傅 算是和崔亚云打过了招呼 便连忙拉着阿宇跑到远处的书架上 去寻找相关点击了 虽然崔亚云很少在他的面前摆师傅的架子 但是楚剑秋对崔亚云还是一如既往的敬重 他也很害怕崔亚云嫌弃他在外面太过花心而责备他 虽然他身边拒绝的女人基本上都不是主动招惹他的 但现在他身边群美环似 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无论楚剑秋再怎么为自己找借口 却都难免有些底气不足 由左丘连竹亲自带领 楚剑秋和阿宇寻找起合适的武学 也容易了很多 论其对藏经阁的熟悉 即使楚剑秋也远远比不上左丘连竹 毕竟左丘连竹整天都泡在藏经阁中 阅读的相关典籍浩瀚无比 而楚剑秋的无垢分身 虽然也会经常到藏经阁中取走相关的典籍阅读 但是他所阅读的那些典籍 都是崔亚云 左丘连竹和洛芷云 特地为他挑选出来的精华 毕竟楚剑秋的事物繁多 即使是他常驻南州的无垢分身 同样也没有多少闲工夫 所以为了节省楚剑秋的时间 崔亚云 左丘连竹和洛芷云三人 耗费了大量的功夫 从浩瀚无比的典籍之中 专门挑选出其中的精华部分 留给楚剑秋来阅读 这样一来 的确可以让楚剑秋以最短的时间 掌握最为精华的内容 但是论其阅读量和眼界见识的广播来说 楚剑秋却是无论如何都比不上 整天都泡在藏经阁阅读无数典籍的 崔亚云三人 以崔亚云三人所掌握的庞大学识 即使称他们三人是三座移动的藏经阁都不为过 在楚剑秋和左丘连竹两人的挑选项 很快就挑选出了适合阿宇修炼的武学 两人给阿宇挑选了一门剑法 一门掌法和一门身法 这三门武学几乎是目前玄剑宗最为顶尖的武学之一 楚剑秋却阿宇暂时先修炼这三门武学 若是日后的时机合适 他看看阿宇是否适合修炼他所独创的道之剑术 再把道之剑术传授给他 现在要传授道之剑术给阿宇 时机并不合适 一来阿宇虽然修炼了清虚妙心诀 这门等级高到极点的功法 但是混沌至尊塔却并没有传授给他任何的武技 阿宇现在所懂得的武技 还是白水寨那些低级的可怜的武学 对他目前来说连半点用处都没有 这也导致阿宇空有一身修为 但是对真元的运用技巧却极其拙劣 一身实力真正能够发挥出来的都还不到六成 他如今最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先修炼几门武学 熟悉熟悉这些武技的运用再说 二来也是因为楚剑秋目前 尾时没时间去教他 现在的玄剑宗可以说是面临着 暗魔域和风源皇族两大势力的威胁 楚剑秋急需提升自己和玄剑宗的实力 现在看起来局势虽然还算平静 但是在这表面的风平浪静之下 却酝酿着极其恐怖的风暴 楚剑秋现在所面临的压力可并不轻松 他之前特意带着龚也灵进入天雨洞天 审问了一番龚也岩那个小蠢货 询问他究竟是怎么转化成暗魔之躯的 一开始那小蠢货还直直吾吾不肯说 但是在他姐姐龚也灵亲自出面的再三逼问下 最终他才不得不老实交代 虽说那小蠢货一直不大愿意相信 暗魔域对他心存歹意 毕竟他在暗魔域的这么多年来 暗魔域对他一直都颇为不错 在他身上花费了大量的资源来对他进行大力栽培 但是在暗魔域和他姐姐之间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的亲姐姐 从那小蠢货的口中 初见秋了解到 暗魔域一直以来都有一个魔化计划 这个魔化计划就是要使人族的躯体 彻底转变成暗魔之躯 但是由于魔化计划要实现太过艰难 暗魔域尝试了无数次 这漫长的岁月以来却一次都没有成功 知道这小蠢货答应接受魔化计划 暗魔域这个试验了无数次的实验 才终于算是获得了一次成功 在这小蠢货魔化计划成功之前 其实暗魔域一直对魔化计划的可行性都是存疑的 毕竟他们进行这无数次的实验 几乎每一次都是以失败告终 暗魔域几乎都已经差不多要放弃这个计划了 但是小蠢货的魔化成功 必然会让暗魔域对魔化计划的信心大增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 就有可能有第二次第三次 如果暗魔域再次魔化成功几次 弄出几头真正的暗魔族来的话 那到时候玄剑宗所面临的威胁将会是难以想象的 要知道光是公野炎这个小蠢货艺人 就折腾的整个风源学宫焦头烂额 风源学宫的高手近处都拿公野炎无可奈何 如果暗魔域再魔化成功几头暗魔族的话 到时候全剑宗所面临的威胁之大可想而知 所以自从在公野炎的口中得知暗魔域的魔化计划之后 楚剑宗心中的紧迫感就极其巨大 他现在可以说是半点也不敢放松 况且除了暗魔域的魔化计划的威胁之外 还有九溪大陆魔岛上那三百万的暗魔王朝大军 上次楚剑宗到魔岛上进行探测的时候 那三百万大军之中已经有一百万突破到尊者境 而且其中还有七十名暗魔域的舞者突破到天尊境 讲 熬棚 潮浪这样的暗魔域舞到天交 更是突破到天尊境后期 随着时间的流逝 魔岛上的暗魔域舞者利用魔岛上的暗魔之气和魔灵果 突破的舞者只会越来越多 一旦某一天通往九溪大陆的那个空间通道 足以通过天尊境强者的时候 在魔岛上的那只恐怖的暗魔王朝大军从九溪大陆中出来 那对玄剑宗同样也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威胁 而封元皇族如今和炎炎王朝的人混在一起 对玄剑宗同样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虽然 炎熙从炎炎王朝安救兵过来的可能性极低 毕竟炎炎王朝距离封元王朝太远了 而且炎炎王朝的皇城处于炎炎王朝的中部 距离封元王朝更是遥远无比 炎炎王朝的疆域可不是封元王朝可比的 其疆域之辽阔比起封元王朝可是大了上百倍都不止 即使是天尊境巅峰的强者 要想从炎炎王朝过来都要耗费极其漫长的时间 不过 炎熙从炎炎王朝搬救兵的可能性虽低 但是却并不代表绝对没有这种可能 如果九七大陆的空间通道真的稳固到足以通过天尊境强者的话 炎熙把这个消息传回炎炎王朝 估计会有大把的炎炎王朝高手被打动前来 现在 楚剑秋和炎熙已经结怨不小 以后炎炎王朝迟早都是玄建宗的威胁 所以 楚剑秋也不得不放 尽有按摩域的威胁 原有炎炎王朝的压力 在这尽忧远律的压力下 自己的实力提升和玄建宗的发展是半点也放松不得 楚剑秋没有亲自指导阿语修炼那三门武学 而是把阿语交给了左丘莲竹来教导 阿语的修为虽然比左丘莲竹高得多 但是论起学识的渊博和对武道的理解方面 阿语却是远远无法和左丘莲竹相比 左丘莲竹指导他修炼那三门武学 可以说是绰绰有余 论起指导别人的修炼的资格方面 整个玄建宗除了楚剑秋之外 很少有人能够和崔亚云 左丘莲竹 和洛指云三人将提并论 楚剑秋把阿语留在藏经阁中 自己独自离开藏经阁 返回了自己的住处 在刚刚回到自己的府邸的时候 楚剑秋忽然感觉到 玄建宗西南方向 一股强大无比的气息爆发出来 在玄建宗西南边境 由自己的五狗分身在那里坐镇 楚剑秋自然知道 这股强大气息的爆发 是贡南烟突破了天尊镜后期 制造出来的动静 玄建宗再添一名天尊镜后期高手 这倒是一件大喜事 不过这种激动人心的事情 还不单止这一件 在贡南烟突破不久 苍原道人也突破到了天尊镜后期 一天之内 玄建宗接连增天 两名天尊镜后期的强者 而因为贡南烟和苍原道人 都炼化了大量的荒谷气息 天内真元已经全部转化为 由荒谷气息炼化而成的真元 虽然他们刚刚突破天尊镜后期 但是论起战理来说 并不亚于普通的天尊镜巅峰强者 虽然他们的战理 无法和风飞陈 延西 顾青这种顶尖的天尊镜巅峰强者相比 但是比起公输仪 卯臣和施建元 这些刚刚突破天尊镜巅峰的强者来说 在战力上都还要强上一筹 如果再加上阿宇的话 可以说一天之内 多了三名天尊镜巅峰的战力 这使得玄剑宗的高端战力 在这一天之中实力大增 楚剑峰忍不住向藏经阁方向看了一眼 看来阿宇这小丫头还真是像混沌至尊塔说的那样 是天生的大气韵者 他刚刚来到玄剑宗 就使得贡南烟和苍原道人接连突破 这其中固然也是因为贡南烟和苍原道人 积累雄厚 后极勃发之下的原因 但他们都在阿宇来到玄剑宗的第一天 而且还是在同一天突破 如果说这和阿宇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 初见秋可不相信 想起当初自己在白水寨 在水边悟道 在道的境界上突破到大道和明 道容天地的时候 也和阿宇有很大的关系 正是因为当初阿宇靠在他的身边 他从阿宇那质朴自然 洁净无染的心灵中 感受到无比的安详和舒适 使得他的心神出现极度的放松 而他那种极度放松和舒适的心神 和当时的环境产生共鸣之下 才进入了那种玄妙无比的武道状态 如果不是阿宇的话 他都还不知道 要多久才能够在大道上达到 大道和明 道容天地的境地 毕竟 悟道状态可遇而不可求 有很多舞者数百上千年 甚至上万年 都难以遇到一次 那种玄妙的悟道状态 舞者在道的境界上的突破 可远远比修为上的突破 困难得多了 而大道的威能 也同样不是普通的武技可以媲美的 慕容卿颖就是因为在道的境界上的领悟极高 这使得他虽然在修为上 在玄剑宗中算不上多显眼 但是论其战力上 慕容卿颖绝对能够排得上极前列 难怪混沌至尊塔对阿宇会表现出如此巨大的钟爱 阿宇给自己带来的好处 还真不是其他人能够比拟的 楚剑丘很快把这些事情抛到一边 他照出混沌至尊塔 身形一闪 进入了混沌至尊塔中 只是 当楚剑丘进入混沌至尊塔第二层天地的时候 就听到了一阵欢喜无比的叫声 从天空中传来 本姑娘终于恢复到天尊镜了 楚剑丘抬头朝天空中望去 只见一只身形庞大无比的青色巨鸟 在天空中翱翔着 而它此时的身上正散发着 强大无比的天尊镜气息 楚剑丘看着天空中 那只身上散发着强大气息的青色巨鸟 顿时不由一枕目瞪口呆 它倒不是因为小青鸟恢复到天尊镜 而感觉到震惊 以小青鸟所炼化的荒谷气息的巨大数量 再加上 它整天泡在混沌至尊塔第二层天地的浓郁星光中 恢复到天尊镜 那是迟早的事情 楚剑丘吃惊的是 阿宇的气韵所带来的效果 未免太过夸张了些 宫南烟和苍原道人 在同一天突破也就罢了 居然连小青鸟也在今天恢复到天尊镜 这种悬而又悬的气韵影响还真是玄妙难测 居然连身在混沌至尊塔第二层天地内的小青鸟 都受到了相应影响 不过 楚剑丘也没有被眼前的事情冲昏了头脑 他非常清楚地知道 气韵的影响只是锦上添花的事情 最根本的还是自身的努力 如果贡南烟 苍原道人和小青鸟 不是之前就已经积累了雄厚无比的底蕴 即使阿宇的气韵影响再强烈 也无法使他们突破 就像顾青才刚刚突破天尊镜巅峰 连境界都没有彻底稳固 他不可能在阿宇的气韵影响下 直接突破到半步通玄境 气韵的影响只是使得他们的修炼更加顺利一些 而不可能使得他们直接跨过修炼的过程 获得境界上的跨越 如果因为有了阿宇这个大气韵者 而在修炼上懈怠下来的话 那可就是舍本竹墨了 自己不奋进的话 再大的气韵加深 那也无济于事 正所谓自助者天主 自身才是根本 气韵只是助力 楚剑丘 你来了 本姑娘恢复到天尊镜了 小青鸟见到 楚剑丘出现 顿时身形一晃 庞大无比的身躯 瞬间化作了一只小青鸟 朝楚剑丘飞了过来 小青鸟飞到楚剑丘的头上 一边说着 一边兴奋无比的 用一双翅膀 不断拍打着楚剑丘的脑袋 顿时把楚剑丘的头发 弄得乱糟糟 犹如鸡窝一般 楚剑丘被他那用力无比的翅膀 拍得一阵 头晕脑胀 额头上顿时不由 黑线直帽 他伸手一把将小青鸟 从头上抓了下来 恼火无比的说道 清儿 你是不是脾痒了 欠揍 虽然 他的真武神体 已经修炼至 第五重大城的地步 肉身之强悍 堪比七阶极品发暴 但是小青鸟 在半步天尊镜的时候 实力就堪比 普通的天尊镜巅峰强者 如今的修为正式恢复到天尊镜出气 实力之强 即使和风飞尘 阎熙这样的顶尖天尊镜巅峰高手相比 都丝毫不遑多让 虽然 小青鸟并没有想伤害他 但是这小傻鸟心中激动之下 出手不知轻重 也拍得他的脑袋 一阵发昏 这也好在 他的肉身防御力 强悍无比 否则 若是换作其他人 被小青鸟这么乱拍一通 估计脑袋都被拍得 炸裂开来了 当然 小青鸟也是清楚 楚剑秋 皮操肉厚 才敢这么做 他自己全力出手 都未必能够 要得了楚剑秋的性命 更何况 只是用翅膀 拍一下 他的脑袋了 他今天实在太高兴了 自从在松拳秘境 和那头桃雾的一战 他遭受了难以想象的重创 不但根基大损 而且境界犹如断崖式下跌 他这么多年以来 一直都渴望着 恢复到天尊境 只是 他的根基损伤太过严重 要想恢复天尊境 这是谈何容易的事情 但今天 他终于实现了 这么多年来的目标 而且 他这次 还不是恢复了 以前的修为这么简单 由于在 混沌至尊塔 第二层天地的 星光的滋润下 以及炼化了 大量的荒谷气息 他的血脉前前后后 经过了 三次的血脉境界 虽然 他如今的修为 和以前巅峰的时候一样 但是 他的实力 比起他当年全胜之时 都还要强大十倍不止 要是现在 他再次面对 当年那头桃雾的话 他一翅膀 就能够把那头桃雾 给拍死了 哪里用得着 那么辛苦的大战 这小傻鸟 本来就一直欠奏 车剑球 换做本大爷的话 就不惯着他 先揍上一顿再说 还什么青鸾一族的 小公主呢 恢复个区区的天存镜 就激动成这样 瞧着出息 真给青鸾一族丢脸 青衣小童 此时在一旁 阴阳怪气地说道 破剑 你说什么 小青鸟正在兴头上 此时听到青衣小童这话 犹如瞬间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瞬间气炸了肺 他翅膀一震 从楚剑球的手中 挣脱出来 飞到青衣小童面前 双目通红地 盯着青衣小童 怒气冲冲地说道 本姑娘惹你很久了 你有本事再给本姑娘 说一遍试试 大点 因为恢复了天尊镜 就拥有和本大爷 叫板的资格了 青衣小童见到 小青鸟这副 勃然大怒的模样 顿时把手中的 一节暗魔族的骨头 往脚下的荒急战船 甲板上一丢 双臂还凶地 看着小青鸟 眼中满是轻蔑的神色 小傻鸟 本大爷莫说再说一遍了 即便再说一百遍 你这小傻鸟 又能拿本大爷怎么样 就你这傻不拉几的模样 也敢称自己是 青鸾一族的小公主 也不嫌丢脸 霍剑 本姑娘和你拼了 小青鸟再也忍不住了 身形化作一道速度 快得难以想象的 青色闪电 朝着青衣小童 射了过去 只是 她刚刚扑到青衣小童的位置上 却忽然扑了个空 小傻鸟 本大爷在这里 你傻不拉几的 在那里扑腾个啥 此时 在她身边 左侧不远处 青衣小童正老神在在地 在那里看着她 原来 就在刚才那短的 难以想象的时间里 青衣小童 早就闪到了一边 而由于她的速度 实在太快了 以至于 她已经离开了原地 在原来的位置上 还留着她的残影 而青衣小童 刚才攻击的 并非是青衣小童的本人 而是 她的一道残影而已 被青衣小童 如此反复戏弄挑衅 小青鸟瞬间就炸毛了 全身羽毛根根倒树 双目一片通红 破剑 本姑娘今天和你不死不休 小青鸟愤怒无比地 大叫一声 深情一晃 再次化作了一只 深长百里的青色巨鸟 这只庞大无比的 青色巨鸟身上 燃烧着恐怖无比的 青色烈焰 小青鸟愤怒无比之下 直接把自己的本命 软火都召唤了出来 哼 小青鸟那巨大无比的鸟汇 朝着青衣小童 方向一喷 一道温度恐怖到 极点的青色烈焰 朝着青衣小童 方向扑了过去 只是 还没等这道青色烈焰 近身 青衣小童身形一闪 身形瞬间在原地消失 在下一次出现的时候 青衣小童的身形 已经出现在数十万里之外 虽然青衣小童如果全力出手攻击的话 会损及他的本源 但是 如果仅仅只是闪避 以及施展一些无关要紧的隐匿秘术方面 对他来说 却毫无影响 在如此短暂的一刹那时间 居然瞬间闪避到如此遥远的距离 这种速度之恐怖 简直是惊世骇俗 即使以速度见长的小青鸟和青衣小童如此迅捷无论的速度相比 也不由相形见处 只是小青鸟此时已经起运了头 哪怕知道青衣小童的速度不是自己能够比得上的 却还是朝着青衣小童扑了过去 小青鸟那庞大无比的身形化作了一道迅捷无比的青色闪电 一眨眼也飞到了数十万里之外 只是在他刚刚飞到那里的时候 青衣小童却又已经身形一闪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两人就这样飞来逐去的在天空中折腾了一阵 小青鸟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追不上青衣小童 更不用说伤到他了 破剑 一味的逃跑算得了什么本事 有种和本姑娘正面站上一场 只会逃跑 算得上什么男人 小青鸟盯着青衣小童愤怒无比的叫道 小傻鸟 本大爷是看在楚剑秋的面子上不和你一般见识 别不是好歹 真以为本大爷打不过你 本大爷真要对你动手的话 保准打得你娘都认不出你来 青衣小童双臂还凶 恨是不屑的贴了小青鸟一眼 你这备烂货 看把你能的 能不能给老子消停点 有这时间不去给老子修复荒急站船 正在这里瞎折腾 楚剑秋听到青衣小童这话 顿时一巴掌拍在他的脑袋上 恼火无比的说道 青儿 赶紧给我过来 瞎闹腾个啥 楚剑秋又向小青鸟喝道 这两货隔三差五就闹腾一番 一点也不让他省心 楚剑秋真想给他们一人揍一顿 好好地给他们上一课 以免老是在自己的面前瞎闹腾 听到楚剑秋的呼含 小青鸟不情不愿地缩小身形 朝楚剑秋飞了过来 楚剑秋 这破剑那要骂本姑娘 本姑娘绝不能轻易放过她 小青鸟飞到楚剑秋的肩膀上 屋子红着眼睛 恶狠狠地瞪了青衣小童一眼 气愤愤地说道 行了行了 你不也骂了他吗 楚剑秋只觉一阵头疼 他挥手打断 小青鸟的继续告状 对于这两货之间的 这些狗屁稻造的事情 他实在是不想理会 我不管 是那破剑先骂我的 小青鸟屋子不依不饶 气鼓鼓地说道 青儿 你再继续这样瞎闹腾的话 就给我到天照岛上 采集铝火岩石去 楚剑秋黑着脸说道 小青鸟听到这话 顿时就不敢出声了 他才不想 跑到天照岛上 去采集铝火岩石呢 敢那种活 既吃力不讨好不说 而且他还不能留在 混沌至尊塔第二层天地中 继续吸收这些浓郁的星光呢 比起被楚剑秋赶到天照岛上去 采集铝火岩石 小青鸟瞬间感觉 找青衣小童算账 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了 小青鸟默不作声地 远远飞了出去 他现在看到那破剑就生气 干脆飞到看不到他的地方 眼不见为净 混沌至尊塔第二层天地 极其广袤 小青鸟至今都还不知道 这片天地究竟广阔到何等地步 因为他从来也不曾飞到过 这片天地的边缘 楚剑秋见到 小青鸟赌气地远远飞了出去 也没有去管他 反正以这小傻鸟的性子 过一两天他的气消了 自然也就回来了 而且在混沌至尊塔第二层天地中 他再如何飞 也飞不出他的手掌心 楚剑秋在这片天地的 那个高台上盘坐下来 继续修炼着汉神术 一个时辰过后 一股强大的神念波动 从楚剑秋身上散发开来 楚剑秋缓缓地睁开眼睛 一双眼眸犹如深不见谍的 深潭一般深邃 眼中缭绕着一股玄妙无比的道义 汉神术第六重终于突破了 他现在也终于拥有了 对付天尊敬巅峰强者的杀手锏 以汉神术第六重的威力 如果骤然对一名天尊敬巅峰强者 发动神念攻击 对方在猝不及防之下 绝对会神魂遭受重创 莫说是天尊敬巅峰强者了 即使是半步通玄境强者 如果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骤然遭遇到汉神术第六重的攻击 也会遭受到不轻的创伤 而即使对方有了防备的情况下 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如果是在生死之战中 骤然受到汉神术的攻击 神魂骤然受创 下场可想而知 虽然 楚剑秋目前上还没有拥有和天尊敬巅峰强者 正面交战的实力 但是他已经拥有了足以影响这种级别强者战斗情况的手段 在突破汉神术第六重后 楚剑秋又开始尝试着修炼动幽之眼 动幽之眼的修炼 比起汉神术对神魂强度的要求都还要严苛得多 毕竟动幽之眼可是远古十大秘术之一 无论是修炼难度还是威力上 都远非坎神术可比 由于他突破了紫青炼魂密法第十三重 神魂强度大幅提升 这一回 楚剑秋修炼动幽之眼 倒是的确有了很明显的进展 但是动幽之眼的第四重 却依然不是那么容易突破 楚剑秋一直接连修炼了整整三天 把神魂之力都消耗了大半 这才停止修炼 经过这次修炼 动幽之眼第四重的平静倒是有所松动 估计再经过二三十次的修炼 就能够彻底打破动幽之眼第四重的平静 正式突破到动幽之眼第四重了 楚剑秋隐隐感觉 动幽之眼第四重和前面三重会有很大的区别 一旦他正式突破到动幽之眼第四重 他的动幽之眼很有可能会发生质的变化 楚剑秋停止了修炼动幽之眼 开始一边吸收着混沌至尊塔第二层天地中的浓郁星光 恢复着神魂之力 一边着手炼制暗魔族傀儡 现在暗魔族傀儡可以说是他最大的杀手锏之一 以他现在强大无比的神魂之力 足以同时操控五十具半部天尊镜的暗魔族傀儡 而五十具拥有天尊镜后期战力的半部天尊镜暗魔族傀儡 若是截成战阵 即使面对南宫燃血这样的半部通玄境的决定强者 估计都能够撑不少时间 而对上风飞尘这样的天尊镜巅峰的决定高手的话 更是完全拥有正面一战之力 就这样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楚剑秋一边炼制傀儡 一边吸收星光 恢复神魂之力 当他的神魂之力恢复巅峰的时候 便又开始修炼动幽之眼 而等他修炼动幽之眼 把神魂之力消耗大半的时候 又停止修炼 继续一边吸收星光 恢复神魂之力 一边炼制傀儡 这样反复地修炼了一个多月时间 动幽之眼第四层的境界避障 被楚剑秋突破了大半 只需再有一个多月时间 楚剑秋就有把握能够彻底突破动幽之眼第四层 而在这一个多月之中 楚剑秋炼制出来的 半部天尊镜暗魔族傀儡 也达到了整整三十句 再加上之前他所炼制的暗魔族傀儡 他目前手头上所拥有的半部天尊镜暗魔族傀儡 达到了整整六十句 正当楚剑秋想继续这样修炼下去的时候 忽然他留在外面的傀儡分身 听到了一阵敲门声 楚剑秋每次进入混沌之尊塔中修炼 都会在外面留下一具傀儡分身作为掩护 一来是为了遮掩混沌之尊塔的存在 二来也是为了方便了解外面的情况 傀儡分身之中留有他的一缕神魂 他和傀儡分身之间完全是心眼相通的 傀儡分身所知道的事情 所看到听到的一切 都和他本尊看到听到并没有什么两样 在听到房间外面的敲门声后 楚剑秋停下了手头上正在炼制的暗魔族傀儡 身形一闪出了混沌之尊塔 楚剑秋在离开混沌之尊塔后 随手把混沌之尊塔和一旁的傀儡分身收了起来 令雪 让我有事 楚剑秋打开房门 见到房间门口站着的傅令雪微笑着问道 公子 不是我要找你 是公姐姐找你 傅令雪笑道 楚剑秋闻言不由微微一愣 这宝丽妞找自己有什么事情 难道是丰元雪宫那边又有什么动作 要东月儿弟子参加 如今丰元雪宫和楚剑秋之间的关系 都是通过共寒运来进行沟通的 虽然东月儿的大事都是楚剑秋做主 但是明面上东月儿的主事人还是共寒运 至于顾清这个所谓的东月儿导师 从他成为东月儿导师的第一天开始 他就从来没有为东月儿干过什么正事 封元雪宫基本上都是自动把这货给忽略掉 公师姐 你找我 楚剑秋来到代课大厅 见到共寒运坐在大厅一张座椅上 正在百无聊赖的一目养神 顿时连忙走上去问道 嗯 封元雪宫和朝廷那边 说是过两天举行有关和按摩王朝这场战争的讲伐大会 只是唐让我通知东月的有关弟子 公寒运睁开眼睛看了楚剑秋一眼 说道 讲伐大会 楚剑秋听到这话顿时不由一政 不错 听说在这次讲伐大会上 还有可能会定下封元王朝未来的储君 公寒运说道 这倒是有点意思了 楚剑秋文言顿时不由孝道 本来这场赏伐大会早就应该举行了 原本是定在封元雪宫举行庆功宴后面几天举行的 但是自从封飞尘带着颜西等人返回封元王朝 这期间闹出来种种风波之后 丰元王朝的朝廷对这件事情就一拖再拖 一直拖到了现在才放出消息来 说要举行讲伐大会 楚师弟 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共寒运看着楚剑秋问道 共寒运虽然性色大大咧咧 情势霸道暴力 但是却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傻子 尤其是他跟在楚剑秋身边这么久 耳濡目染之下也学到了楚剑秋的不少本事 丰元皇族把讲伐大会拖到现在才举行 共寒运隐隐嗅到几分不对劲的味道 还能怎么看 以丰元皇族的尿性 必然是要在这次的讲伐大会上弄什么手脚 反正他们绝对不会让我们好过就是了 楚剑秋说道 那我们还要不要参加这次的讲伐大会 共寒运听到这话更是有几分犹豫地说道 为什么不参加 当然要参加 不参加的话 岂不是显得我们心虚了 这反而会让丰元皇族那群杂碎 更有借口攻击我们 况且我们在这次战争中立下了如此巨大的功劳 这次的讲伐大会更是涉及到 丰元皇朝的储君之位的决定 丰兄作为这次立下战功最大的皇子 总得给他一个交代 而且我也想看看 丰元皇族究竟想玩什么花样 楚剑秋笑着说道 哦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通知大家了 共寒运说道 既然楚剑秋认为可以参加 他自然不会有什么意见 论其智慧和谋略方面 他拍马都赶不上楚剑秋 在东月尔的事情上 大事方向向来都是由楚剑秋做主张 只有小事上才是他做主 公师姐 等等 见到贡寒运就要起身离开 楚剑秋忽然又把贡寒运叫住 怎么了 楚师弟 还有事吗 公寒运停下来 有些疑惑地问道 这次的讲法大会在什么地方举行 楚剑秋问道 哦 听说是在 丰元皇宫西面的 玉林军训练的校场上 公寒运说道 公师姐 你先让大家都来南州一趟 我给大家准备一番 再参加这次的讲法大会 楚剑秋听到公寒运这话 沉吟了半声 最终开口说道 既然这次的讲法大会 一点是设在 丰元学宫的地盘上 他就不得不谨慎再谨慎了 因为在丰元皇宫之中 丰元皇族能够玩弄的手段 太多了 丰元皇宫西面 玉林军的训练教场 大量的舞者不断朝着 广阔无比的教场中涌入 丰元皇宫是丰元皇城中 战地最为广袤的建筑群 其战地范围足足占据了 丰元皇城的五分之一 丰元皇城是一座 占据足有 方圆百万里的巨大雄城 而作为丰元皇城中 最为巨大的建筑群 丰元皇宫战地 也将近方圆二十万里 比起丰元学宫的战地范围 丰元学宫都还大了一倍有余 而作为丰元皇宫御林军的训练教场 战地范围自然也不会小 这片训练教场的广阔 足有方圆两万里之巨 这次参加奖伐大会的舞者 并非是所有人都能够参加 而是要战功达到一定程度的舞者 才有参加的资格 由于丰元皇朝的朝廷定的标准比较高 所以能够参加这次奖伐大会的 基本上都是地尊敬修为以上的舞者 只有极少数人尊敬舞者 才有资格参加 所以论其参与人数和规模来说 这次的奖伐大会 远远不能和之前丰元学宫举行的 庆功宴相比 能够来参加这次奖伐大会的舞者 总共加起来都不到一万人 以战龙尊者为首的 丰元王朝军部 由于需要镇守前线 所以他们只是派遣了几名军中代表 来参加这次的奖伐大会 大多数的军中高手都没有过来与会 所以这一次参加奖伐大会的人 基本上都是丰元皇族 丰元学宫和丰元皇城五大世家的舞者 丰元学宫的各大堂主 传宫堂堂主济白义 执法堂堂主司空北齐 执事堂堂主公书仪 复阵堂堂主江济 炼妾堂堂主纯于石 等天尊敬高手 和各大堂的副堂主 以及一众长老 基本上也都来参加这次的奖伐大会 而丰元学宫公主南宫燃雪 由于接连两次和丰山玄 丰飞臣等人产生剧烈冲突 加上他也没有在这次和暗魔王朝的战争中 立下什么战功 他也就懒得出席 这个什么老实子的奖伐大会了 现在他看见丰元皇族的人 就感觉生气 作性遗而不见 眼不见 心不烦 楚剑丘等一众东院弟子 由于在这次的暗魔王朝的战争中 立下的战功最大 所以他们的席位也被安排在最靠近教场的高台的位置上 在高台上则是坐着一众的天尊敬巅峰高手 这些天尊敬巅峰高手既有丰元皇族的 也有丰元学宫的 还有丰元皇族五大世家的家主也都坐在上面 而在高台最中央的主位上 则是坐着当今丰元王朝地位最为尊贵的人 丰元王朝的皇帝丰义 这一次 封义亲自出面主持讲伐大会 楚剑丘看了一眼 坐在高台主位上的封义 目光露出几分淡然的神色 他和封义隔空交手过几次 而现在 双方总算是正面对上了 虽然在之前的隔空交手之中 楚剑丘基本上是胜多败少 除了最开始的时候 在封义的手底下 吃瘪不小 最后几次的交锋 他都是占据上风 但是 即使如此 楚剑丘对这个男人 却也丝毫不敢小觑 在之前的几次交手中 楚剑丘深知 封义的阴狠毒辣 深沉无比的城府和隐忍 都远非封飞与可比 而且封义还是封元王朝之中 最为顶尖的天尊境巅峰强者之一 在封元王朝十大高手的排名之中 他比战龙尊者都还要排得更浅 当年 自从封飞尘一名惊人 以极快的速度崛起 在突破天尊境巅峰修为之后 和封元皇族老祖封山玄一战 击败了半步通玄境的封山玄 封飞尘便被誉为封元王朝的第一人 那时封元王朝默认的高手排名 便是封飞尘排第一 封山玄排第二 南宫燃雪排第三 而封义则是排在第四位 以排行第五的战龙尊者高一个位置 但自从封飞尘前段时间 带着一群炎炎王朝的高手 回到封元王朝 在封元学宫被南宫燃雪虐得像狗一样 从前这个排名 众人自然已经当不得真 现在的封元王朝高手排名 已经是南宫燃雪公认排第一 封山玄排第二 而封飞尘则是排到了第三名 封义则仍旧是排名第四 不过对于这个排名 楚剑秋心中可是一直存疑的 他始终认为封义的实力被低估了 封义的出手一直寥寥无几 整个封元王朝对封义的真正实力 了解的都是极少 众人对封义实力的了解 也是从他仅有的那几次出手之中推测出来的 但是以楚剑秋对这老货的了解 这老货是极有可能对自己的实力进行隐藏了的 因为这老货的形式风格实在是太过阴险 隐忍和低调了 楚剑秋甚至都怀疑封义的实力都有可能会在封飞尘之上 面对这样一个阴险毒辣又实力强大无比的对手 楚剑秋可是半点也大意不得 否则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会阴沟里翻船 在楚剑秋等一众东院弟子落座后 封义也是目光莫然的看了楚剑秋一眼 对于楚剑秋 封义早就恨之入骨 楚剑秋屡次戏耍于他 尤其是在破甲叶的事情上 非但让风元王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而且还使得他颜面尽失 让风元皇族丢尽了脸面 令风元皇族和他成为世人的笑柄 封义早就恨不得把楚剑秋碎尸万段 错骨扬辉了 只不过这小畜生太过阴险狡猾 手段又多 而且总是躲在风元学宫中不出来 想要除掉他并不是一件义事 就连按摩玉 屡次对他下狠手都屡屡失败 反而在这小畜生手头上 不断地栽了大跟头 所以即使风一心中再想除掉楚剑秋 却也不敢轻举妄动 一直隐忍至今 等到风飞陈 颜夕等人伤势 全部痊愈之后 他这才着手开始行动 他原本还担心 楚剑秋行事太过谨慎 不会来参加这次的讲法大会 那样一来 他的一番布置可就全部都在落空了 这小畜生如果不来参加讲法大会的话 虽然他也能够利用这个借口来攻击楚剑秋 使得楚剑秋付出不小的代价 但是要想击杀这小畜生的话 那可就有点难了 但只要这小畜生今天踏进这个训练教程之内 他就休想再活着离开了 在所有人都到齐后 风一扫了高台下面众人一眼 缓缓开口道 将必诸位都已经清楚 朝廷这次举行讲法大会的目的 这两年来 安摩王朝犯我疆土 陆我子民 敌人来势汹汹 险些是我丰元王朝有倾服之位 幸得朱青 陆立同心 共退强敌 方宝我伤和无恙设计安宁 朱青与我丰元王朝身乃有大功者 可谓我朝之国事 朕在此代表丰元王朝亿万子民 先行谢过朱青 风一说到这里 从座位上站起来 朝着高台下面的众人 深深做了一一 台下众人见到这一幕 顿时一个个脸上露出激动无比的神色 此时几乎所有人都从座位上站起来 都是纷纷朝风一回礼 陛下言重了 作为丰元王朝中的一员 敌于外敌 熬我疆土 乃是我等分内之事 不错 按摩王朝此等邪魔歪道 敢侵犯我丰元王朝的疆土 每个人都应该为守卫国土而战 陛下如此重力 为师事折杀我等 我等委师万万不敢当啊 由陛下今天此一言 我等即使为陛下赴唐蹈火 粉身碎骨 亦是在所不惜 在封义做出这般姿态的时候 台下众人心中都是激动无比 一个个都恨不得此时为封义赴死 封义是何等人 那可是封元王朝最为尊贵的皇上 此时居然对他们如此礼遇 很多人此时都感觉 他们即使是死在战场上都值了 楚剑秋见到这一幕 脸色不由微变 眼中露出几分凝重的神色 风亦这老贼 果然远非风飞雨可比 这一首收买人心的活 玩得的确高明 光是他现在表现出来的这一首 就足以收买现场的大部分人心 有了他这一番铺垫 那么他接下来 即使做出一些很出格的事情 众人的人心不免都会偏向于他 这老贼果然不简单 比起风飞雨来说 可要难对付无数倍 风亦等到场中激动的众人 逐渐平息下来后 又继续开口 说道 这一次的讲法大会 一来是要对这次战争中 立下巨大战功的功臣的嘉奖 二来是在对战场上贪生怕死 临阵脱逃 以物待机 犯下大错的罪人的惩罚 三来 也是定下我风云王朝未来的储君 风亦说到这里 停顿了一下 目光在下方的诸位风云皇族的 皇子身上扫过 被风亦的目光扫过 风飞雨 风飞云 风飞远 风飞舟等 风云皇族的皇子 身体不由意谨 就连风飞渊 此时的身体都不由忍不住一将 虽然 风飞渊已经彻底投向了楚剑丘和玄剑宗 而且连他的母妃顾妃 也早就已经从风云学宫中 被楚剑丘和他偷偷地带了出来 安置在了南州 就连他的母族也全族迁移到了南州 他现在可以说是一身轻松 根本没有任何的威胁和把柄握在风亦的手中 已经完全可以无惧风亦 但是由于之前上百年来 风亦在他心中留下了极其浓重的极微阴影 即使他如今已经摆脱了对风亦的最大顾忌 但在真正面对风亦的时候 却依然忍不住有几分畏惧 而河南做得到楚剑丘那种绝对的坦然 楚剑丘即使自己的修为 实力和地位方面 和风亦都相差极大 但是在面对这个风云王朝地位最为尊贵的男人的时候 楚剑丘既无一丝敬畏 也没有丝毫聚色 完全是一副淡然和从容的模样 仿佛他所面对的并不是风云王朝的皇帝 而是一个最为平常不过的普通人一般 风飞渊可以看出 楚剑丘这副淡然和从容可不是装出来的 而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自信 才让他拥有这种云淡风轻一般的从容气度 以楚剑丘的这种心性和气度 莫说他面前所面对的只是风云王朝的皇帝了 似乎即使是面对远古高高在上的神奇 都不足以动摇他的心智一般 对于楚剑丘这种人 或许强大的实力可以碾碎他的生命 但是却无法动摇他的坚定道心 见到这一幕 风飞渊顿时不由对楚剑丘更加佩服了 他一向自视甚高 即使对风飞臣这种不出世的妖念 也从来不曾真正的佩服过 但是自从遇到楚剑丘之后 他对楚剑丘却是打心底里面佩服 和楚剑丘接触越久 对楚剑丘的了解越深 他对楚剑丘就越是佩服 无论是从智谋 心性还是武道天赋方面 他对楚剑丘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自叹不如 朕曾经说过 在这次的战争中哪位皇子立想的战功最大 便利哪位皇子为风元王朝的储君 风义看着下面的风元皇族一众皇子 淡淡地开口说道 风飞雨听到这话 全身忍不住一颤 脸色瞬间就难看起来 他双手紧紧钻成拳头 指甲深深地陷入手掌中 心中充满了不甘和愤怒 难道自己数十年来的辛苦 在今天就要尽负东流 不 我不甘心 风飞雨心中愤怒无比的嘶吼咆哮着 只是即使他心中再不甘 却也不敢在这种场合下 去违逆风义的意志 风飞雨虽然形势很辣疯狂 但是他对风义的畏惧 也是深入到骨子里面 作为风元皇族的武皇子 他很清楚自己这个父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胆敢违逆他的意志 和他作对 即使是风元皇族的皇子 也绝对会是死路一条 风飞雨直到现在都没有忘记 他的大皇兄是怎么死的 风元皇族的大皇子 虽然没有二皇子风飞臣那么妖念逆天 但是无论是武道天赋 还是心性智谋方面 比起风飞雨不知道高出多少倍 如果大皇子还活着 风元皇族的储君之位 根本就没有他和风飞雨什么事了 但是大皇子这种极其少见的武道天才 却死了 而且死得极其凄惨 大皇子的下场之所以那么凄惨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违逆了风意的意志 在一件关键的事情上 他没有站到风意那一边 反而是站到了风元学宫那边 就是因为那件事情 大皇子惹恼了风意 那下场之凄惨 即使隔了这么多年 风飞雨想起来也不由一阵心颤 也正是因为从大皇子的遭遇身上 风飞雨才知道 他这个父皇究竟是一个多么狠辣无情的人 所以风飞雨即使再疯狂 胆子再大 都是半点都不敢和风意作对 所以在听到风意这话的时候 风飞雨心中即使再不甘 再愤怒 他都只能双目通红地低着头 连眼中的不甘和愤怒 都不敢被风意看到 七皇子风飞雨在听到风意这话的时候 心中也不由有几分失落 已经是争了数十年的事情 为此也付出了无数的心血和代价 而今这数十年的辛苦和努力 竞赴东流 风飞雨心中也难免 很是有一番失落和感慨 只不过 风飞雨却并没有风飞雨的不甘和愤怒 自从楚剑秋在平潭郡城那一战 使得暗魔王朝十五万尊者将大军和二十多名天尊敬强者 几乎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 风飞雨便已经基本吸了继续争夺处军之位的心思 楚剑秋和玄剑宗在那一战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太过恐怖了 而风飞渊背后有实力如此恐怖的玄剑宗支持 他根本就不可能争得过风飞渊 以现在玄剑宗的实力 即使是他背后的杨家和吴家 两大世家加起来 都不是玄剑宗的对手 这根本就没办法争 况且自从崔雅云 左丘莲竹和洛芷云三人 当初在风原绝公被科虎刺杀的消息传出后 风飞雨便感觉局势越来越诡异 他隐隐感觉到 在这平静的局面之下 正酝酿着一股可怕无比的风暴 而自从风飞陈带着颜七等炎炎王朝的高手 来到风原王朝之后 这股风暴便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风飞雨隐隐感觉到 一旦这股可怕的风暴爆发出来 若是他沾上一点点的话 绝对会被吞噬的连骨头都不剩 所以 现在风飞雨已经无心再去争夺 什么储君之位 他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是尽量低调 明哲保身 尽量不去参与到任何的斗争之中 至于楚剑秋和风飞渊这些人 更是绝对不要再去招惹 因为 以他的实力 已经招惹不起楚剑秋了 所以 现在听到风义这话 风飞云虽然心中有几分失落和感慨 但是同样 他也有几分解脱和轻松之感 现在的储君之位 可以说是烫手山芋 谁接谁倒霉 一旦成为风原王朝的储君 注定难以逃脱这场斗争的风暴 很有可能便会在这场斗争之中 被剿得粉身碎骨 和储君之位比起来 风飞云还是感觉 自己的性命更加重要一些 况且 他和风飞渊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即使风飞渊成为了风原王朝的储君 对他动手的可能性也不大 在这次的战争中 九皇子风飞渊所立下的战功 是无可争议的地域 按照朕之前的旨意 九皇子将会成为风原王朝未来的储君 风义继续缓缓开口说着 听到风义这话 风飞渝双眼更是通红了 果然 果然是那小畜生 一个市井贱人所生的小杂种 居然最终骑到了他的头上 成为风原王朝的储君 这真是一件无法容忍的事情 但让他无可奈何的是 这是风义所决定的事情 即使他心中再愤怒不甘 却也不敢表露出半点 风飞渝低着头 双拳紧握 全身一阵 微微颤抖 台下众人听到风义这话 倒是没有什么意外 因为风飞渊在这次的战争中的表现 的确很是耀眼 他和楚剑秋一起并肩作战 注定会成为诸位皇子之中 战功排行第一的人 而且 以风飞渊的武道天赋 成为风原王朝未来的储君 也完全拥有这样的资格 因为 风飞渊最近几年所展现出来的强悍天资 并不比二皇子风飞陈弱 甚至在某方面 都还有隐隐胜过二皇子风飞陈一头的迹象 他成为风原王朝未来的储君 也可以算是众望所归了 不过 这只是大多数人的想法 像那些深知事情远不止这么简单的人 就不这样认为了 楚剑秋和风飞渊 在听到风义这话的时候 就知道 中头戏 要来了 楚剑秋的眼睛顿时微微眯了起来 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但是 风义说到这里 忽然语气一冷 他目光冷冽地落在风飞渊的身上 一股恐怖无比的气势 从他身上爆发开来 朝风飞渊压了过去 九皇子前段时间的所作所为 实在太灵阵失望了 风义说到这里 盯着风飞渊 漠然无比地说道 风飞渊 你若是安分守己的话 这储君之位 今天将非你莫属 但你却偏偏干出这种欺君往上之事 却就怪不得朕不容情了 风义此话一出 台下顿时一片哗然 怎么了 九皇子究竟干什么事情了 瞧陛下如此愤怒的模样 恐怕九皇子犯下的事情不行 哎 九皇子殿下真是糊涂啊 怎么在如此关键的时候 犯下如此大错呢 老兄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说来听听 呃 我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是 瞧陛下那震怒的样子 想必不是什么小事 哼 风飞渊听到这话 心中顿时不由一阵自嘲 果然不出所料 果然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虽然 他早就猜到了会有这么一幕 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 还是隐隐有那么一丝渴望 希望风义不要做的那么绝情 毕竟再怎么说 他们都是父子关系 但是现在 他心中最后那么一丝感情 在这一刻彻底眼笑云散了 醉是无情帝王家 他今天也算是彻彻底底的体会到了 不过也好 风义亲手斩断了 他最后的一抹情感牵绊 但他以后 在面对风源皇族的时候 也就不必再顾忌什么 亲情同族了 想到这里 风飞渊深深吸了口气 目光也逐渐变得 坚决和冷漠起来 九皇子风飞渊 接通其母故飞 骑军往上 图谋不轨 罪不容出 即刻剥夺皇子身份 掩为庶民 即刻押入天牢 等待判决 其同伙楚剑秋 在此事之中 以为同谋 罪当同乱 风义说到这里 冷喝一声 来人 把这两个罪人 给朕拿下 遵命 在风义的话音刚落 并有两道人影 从远处飞至 朝楚剑秋和风飞渊 扑了过来 这两道人影 是御林军中的高手 都是天尊敬后期的修为 风飞渊 虽然只有 帝尊敬巅峰的修为 但以他那强悍 无比的武道天赋 帝尊敬巅峰 完全足以和顶尖的 天尊敬 中期强者一拼 楚剑秋 更不用说 前段时间 在最先楼门前 他挨了延熙 这等天尊敬巅峰 绝顶强者的一击 都尚能够不死 要对付这两人 天尊敬后期以下的舞者 根本就不够看 你们敢 坐在楚剑秋身边的 顾青 骤然站起来 目光冷冽地 抱贺道 慢着 坐在高台上面的 福镇堂 堂主江继 此时也是身形一闪 来到楚剑秋的身边 大喝一声道 还请两位让开 莫妨碍我等 知情公务 那两名御林军 天尊敬后期高手 见到顾青和江继 拦在他们身前 顿时冷冷地说道 以下 这期间 是否有什么误会 江继没有理会 那两名御林军的 天尊敬后期高手 而是 目光盯着封翼 冷声问道 是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会不会 是什么误会 楚公子 可是我们抵抗按摩 王朝大军的大功臣 哪里会做出什么 欺君往上的罪行 会不会 是有什么人用心险恶 挑拨理解 大家 还是先把事情 弄清楚再说 在将继问出 这话的时候 下方众人 也是一阵 议论纷纷 众人都被眼前的 一幕给弄懵了 不是说这次举行的是 奖伐大会吗 怎么一上来 不是给最大的功臣 楚剑秋和风飞渊 嘉奖 反而是下令捉拿他们 虽然 风义在一开始的举动 很是收买了一搏人心 但是楚剑秋 在这次和暗魔王朝的战争中 标签得实在太耀眼了 功勋之卓著 即使连战龙尊者 都无法相比 甚至可以说 没有楚剑秋 就没有这场战争的胜利 没有楚剑秋 风原王朝 估计早就在暗魔王朝的 大军攻击下 覆灭了 这场战争 使得楚剑秋 在风原王朝的 一众舞者心中的形象 高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虽然 楚剑秋身上 也有种种的缺点 比如 很是贪财 而且好色如命 但这却并不妨碍 楚剑秋成为 很多舞者心中 崇拜的偶像 楚剑秋在这些舞者心中的崇高地位 可不是风一三言两语 就能够摧毁的 如果不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风一玩的那一手 收买了不少人心 让众人对他好感大增 否则 若是刚开始的时候 就敢突然给楚剑秋定罪的话 估计在场的大部分人 都会公然站出来反对了 但即使如此 依然也还是有不少人心向楚剑秋 认为 风一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或者是 听信了什么挑拨离间的谗言 所以才对楚剑秋下手 误会 姜唐主可以问问楚剑秋和风飞渊 这是不是误会 这两人胆大妄为 偷偷潜入风源皇宫 把我爱妃从风源皇宫中带走 他们这是想干什么 想造反吗 如此事情若不严惩的话 把我皇族威延置于河殿 他们眼中 可还有没有把我这个皇帝放在眼里 风一冷声说道 听到风一这话 众人顿时不由大吃一惊 若真如风一所说的那样 楚剑秋和风飞渊的形势 也实在太大胆了 要知道 那可是风源皇宫 居然敢偷偷潜入风源皇宫中 把皇帝的妃子 从风源皇宫中带走 这的确是对风源皇族的极大挑衅 几乎相当于是把风源皇族的脸面放在地上狠狠地踩了 难怪风一会如此暴怒 将冀心中震惊地把目光转向了楚剑秋 想向楚剑秋求证此事 提下此言当真荒谬 还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和风兄若真是偷偷潜入皇宫之中 能够瞒得过你这位皇上的法眼 况且 皇宫中的御林军难道都是废物不成 能够让我和风兄偷偷潜入风源皇宫之中 而且还是把一个大活人从皇宫中带走 楚剑秋看着风义冷笑了一声 说道 陛下不想把楚军之位传给风兄 想要除掉我这个眼中钉就直说 何必找一个这么烂的借口呢 对于这种事情 他自然不会承认 因为一旦承认此事 风义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对他和风飞渊下手了 那两名御林军高手 听到楚剑秋这话 脸色顿时难看无比 因为楚剑秋这话 相当于直接说 他们御林军是毫无用处的废物了 你敢说你没有潜入皇宫 把顾飞带走 风义盯着楚剑秋冷声说道 虽然楚剑秋的反驳极其犀礼 甚至无懈可击 如果在楚剑秋这番反驳之下 他还承认此事的话 这无异于是自损颜面 因为自己这个风源皇帝 作为风源皇宫的掌控者 居然在眼皮子底下 被别人潜入皇宫之中 把自己的妃子带走的话 这可还真够废物的 但是风义为了拿下楚剑秋 也顾不得什么颜面不颜面的事情了 反正他的脸皮也其后无比 楚谱只是听说了某些人为了铲除顾飞娘娘 居然放任一些狗奴才到狄一宫杀顾飞娘娘 到最后顾飞娘娘不堪受辱 直接用盐报符和那狗奴才同归于尽的事情 陛下只是以为 顾飞娘娘已经和那狗奴才 玉食俱焚死无对症之下 才觉得可以拿他来对楚某任意栽赃不成 楚剑秋冷笑一声 说道 既然风义都已经不要脸了 那他还在乎什么脸面 听到楚剑秋这话 众人顿时不由又是一阵哗然 他们之中 也有一些人的确是听说了 前段时间 好像皇宫中发生了一场变故 没想到 居然会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如果楚剑秋所说的事情是真的话 那风义的用心 也未免太过险恶了一些 顾飞作为风飞渊的母飞 如果她在宫中受辱而死的话 那风飞渊势必会做出一些极其激烈的举动 而这样一来 风义就有借口直接处死风飞渊了 但是从风飞渊的表现来看 却又不像是顾飞已死的样子 如果顾飞真的已经死了的话 以风飞渊的性子 哪里还会这么淡定 恐怕早就冲入皇宫之中 将风义要一个说法和交代了 讲到这里 众人心中顿时不由又是一阵疑惑 眼前的事情 他们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